我马上就要封你那位皇后 说些义皇 我真没想好怎么当一个皇后 不过去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得好 皇后 受得明白 陛下 我想召望大神天下 陛下 千万不要我 伟德 你有什么想法 一传说 天下之道 真观者也 新年号可否用真观 陛下又错了 让我闭嘴 那还要我干什么用 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 我非杀了可不可 大神天下 要有大堂的风补 陛下 我 我不能再 属于太子 也不能再 在职员底下 魏晨松啊 这就要赏给你镜子 不得力 必须是 冬冠要有真观的一套东西 我要让你 不用无业正确 我要在赏书上 插着一个有力的钉子 请陛下放心 我有一定把你的指示 做好又不一 太子是什么人 是储君啊 是一旦有不测 他就要出面全面执政的人 知道了 好 我想劝陛下想 在原来 我以为陛下当务之际 实际 是回收治权 真正的控制上下 令冲 有行 令禁有止 令行禁止 才可以 目击其他人 我们出发以后 朝政 由你全神处 陛下 我们一个一个人 都走 发不容易了 若冰架分离 可成立 下一 就是兵能合一 即 闲时势努 战时势兵 这一分一合 我们朝廷 既不兵 又不用兵 好 这样好 又不厌 现在 大唐的兵力如何 口气功力 大概可不 为止 三十万人 又不厌 此事 又不厌 此事 又不厌 此事 又不厌 又不厌 此事 又不厌 此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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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 从前朝 我就开始打草原十八步 难道要我在有生之年 都看到草原十八步 年年来进犯吗 到今天 突乌增白发 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说得好 打草原十八步 这是最后一战 随我打仗者 都是英雄 走 律师 在 我拿工 你持毛 好 就是来个百万大军 又能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是啊 又能怎么样呢 我成文神了 我和金主宝 为陛下守门驱鬼的事情 已经成了典故了 你这个门神 守的可是大唐天驾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的好兄 你这是何必 陛下 遵循我 回家安安静静的等死吧 没事 没事 就在家里 待着休息 哈哈 谢陛下 你 你 就是大唐的公主 你 你 你 就是大唐的公主 你 就永远便宜 陛下 放心 我去了 大唐和土锅 从此有好 也许 我不是当天主的材料 上天让你做了我们的长子 就是要让你来继承大唐的基因 父皇也不是长子 你想离魏王取代我为太子 你让他住进武德殿 成前行陛下成太子 十八年了 十八年来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品德不会影响我处理朝政吗 我知道 我不是太子了 父亲 我在问你 你 为什么要谋反 你 为什么要谋反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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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我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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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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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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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